說到巧克力這個食物,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 但你知道,在某些地方,巧克力又被稱作是神的食物 不僅能夠催情,還可以治百病嗎? 而這些美味巧克力的背後,又有什麼暗黑的內幕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巧克力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大家喜歡吃巧克力嗎? 凡是過節、送禮、失戀失婚、大姨媽來等等 任何生活場景都少不了巧克力的聲音 巧克力的風味迷人、香甜可口 是許多人心目中第一名的療癒食物 而去年底,因為台灣某個巧克力品牌的醜聞風波 讓一些人開始注意到巧克力的產業 欸,這個產業聽起來似乎很夢幻 但事實上,巧克力的生產鏈卻是苦多欲甜 在大企業把持下的可可業,不僅有銅奴的工廠 甚至還破壞珍貴的森林資源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進入今天的影片之前 我們要先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最近志祺七七團隊正在招募厲害的新夥伴 我們想要徵求一位全職的影片內容企劃 跟幾名特約作者 如果你是應徵全職的影片內容企劃 你會加入團隊,跟我們一起追時事 聊議題、寫腳本、發想節目的企劃 迎接各種經營頻道會遇到的挑戰 那我們除了會提供4到5萬元的薪資之外 每個月底的週五,公司還會多給一天放假 如果你應徵的是特約作者 你將會成為定期提供我們稿件的合作夥伴 並透過遠端協作的方式 跟團隊一起撰寫志祺七七的影片腳本 那不管你是擅長觀察社會現象、社群時事 分析新聞議題或是專精哲學、社會學、心理學 政治、法律、商業、科技等任何一個領域 只要你很能寫、很會搜集資料、邏輯清晰、具備獨到的觀點 樂於溝通,還能把複雜的東西簡單說清楚 那你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才 當然,如果你已經有文字、影音的創作 或是節目頻道經營的相關經驗,那就更棒了 如果你認同志祺七七頻道的理念 也想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就趕快上我們的官網去看看職缺內容吧! 講到巧克力之前,就要先提到可可 可可是製作巧克力的原料 我們常吃的固狀巧克力 就是由可可紙、可可固狀物與糖所組成的 可可樹原生於中南美洲 它結出來的可可豆加,內部是白色的 要經過發酵、翻炒等程序 最後才會成為我們熟悉的可可 而人類食用可可的這個歷史非常悠久 最近考古學家發現 在5300多年前的南美洲的亞馬遜河流域 就有人類食用可可的紀錄 而後來繼續傳播到中南美洲各地 大約在3600年前,可可樹被人類驗化 瑪雅與阿茲特克等國民都引用可可的紀錄 而阿茲特克人認為,可可是風神翼龍帶來的禮物 所以可可的學名被取作是這個樣子 意思就是神的食物 不過當時阿茲特克人喝的可可 跟我們認知當中的熱可可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他們將可可豆敲碎之後 還會混用辣椒、香料等等一起飲用 而這個味道苦苦辣辣的,是一種健康飲料 而我們所熟悉的chocolate,這個巧克力的英文單字 就是來自阿茲特克的官方語言 納瓦特爾語當中的這個單字 它的意思是苦苦的水 那可可是何時傳出南美原生地 變成今日全世界都喜歡的食物的呢? 有一種說法是,這是當年哥倫布在航行途中發現 然後帶回西班牙的 但另一個更常見的說法是1518年的時候 由殖民者西班牙人艾爾南科爾特斯帶回歐洲的 這位西班人觀察到 阿茲特克國王一天都要喝很多杯這種苦苦的飲料 雖然科爾特斯自己是覺得這個苦水很難喝 但他觀察到這種飲料的潛力 所以就把可可豆帶回西班牙 而可可豆傳到歐洲之後 被加工加入的像是糖和蜂蜜 就成為了歐洲貴族當時最炒的飲料 但一開始的時候,可可豆只被當作是飲料飲用而已 一直到19世紀,英國巧克力師約瑟·弗萊 發明的第一支固態巧克力棒 從此之後,各式各樣的巧克力 才迅速的取代可可飲料,成為全世界的最愛 可可豆被帶回歐洲之後 除了被當作是貴族飲料之外 還相傳具有春藥的效果 有不少婦女們會私下偷偷地喝,希望能增加情趣 而到現在,巧克力依舊還是情人節的熱門選擇 有義大利的研究表明 常吃巧克力的婦女,她們對於性生活會比較滿意 但事實上,目前並沒有直接證據能指出 巧克力可以有效地提高性慾 那當然,高純度的巧克力 確實可以讓我們的腦中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讓心情愉悅 再加上可可也是一種非常輕微的興奮劑 所以吃了之後,心情一好 可能就會間接地讓人想要促進這種滾窗的慾望 但實際上,到底能夠催出多少情,就不得而知了 而另外一方面 巧克力也時常被當作是保健食品 阿斯特克人認為,可可是家庭的常備萬用藥 具有許多的醫療療效 包括像是可能治療發燒、拉肚子、蛀牙等等 那雖然現在大概沒有人會把巧克力當藥吃 但可可其實含有非常豐富的鐵質跟維生素 甚至是纖維質 而高純度的黑巧克力,也含有豐富多酚類的物質 可可多酚可以抗氧化、抗老化 甚至還可以防止心血管的疾病 從古代人的愛情靈藥,變成現代人最愛的甜食 目前巧克力的市場價值高達1000多億美元 但巧克力原料可可的生產國 卻沒有跟著從中得到巨大財富 自從可可被帶回歐洲 並風靡於貴族的社交圈之後 可可的需求量開始大幅增加 當時的殖民者從非洲運了大量的努力 到南美洲生產、種植可可樹來供應市場 之後殖民者發現,西非地區的氣候環境 非常適合可可樹生長 而且勞動力更加低廉 因此敢引進大量的可可樹 在西非的地區種植 現在的象牙海岸與加納 是全世界生產可可的最大出口國 全球超過一半以上的可可,都是由這裡供應的 在看好全世界大量可可需求的情況下 農人們相信,種植可可可以幫他們帶來巨大的財富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這些可可農雖然生產了很多可可豆 但他們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溢價空間 收購的價格,幾乎都掌握在國際的買家手上 不僅價格不透明,中間時常還會經過層層的剝削 許多可可農一天的收入賺不到2塊美元 幾乎是連一根巧克力棒都買不起 而在他們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也多半會選擇聘用成本最低的童工 來從事可可田裡的租貨 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這些童工是可可農場工作的途徑 有的是透過人口拐賣 有的是因為家裡太窮 被自己的親生父母送過去 而這些兒童最小只有6歲 最大也不過是15歲 那些農場的工作環境非常的漲亂 薪水超低 工作內容也明顯不適合未成年兒童 除了必須要使用危險的尖銳器械之外 還要搬運重物 嗯,老實說 叫他們是童工 或許都已經算是很好聽的說法了 因為嚴格來看,他們可能更像是童奴 平時的工作遭受到虐待、營養不良都是常態 而更諷刺的是 這些辛苦工作的兒童 恐怕有很多一輩子都不知道巧克力的滋味 根據2015年的統計 非洲可可業總共大約有200萬名童工 但雖然像是Mars、雀巢 還有Hershus的巧克力大廠 幾年前就簽署了公約 號稱要盡快讓可可業不再使用童工 但到現在,這份計畫依然失敗的 除了童工的問題,為了種植可可賺錢 非洲農人們都改種像是可可這種 可以專門外銷的經濟作物 而非洲原生種農產品漸漸的沒有人要種 而這也導致了糧食不足的困境 為了種植可可,非洲的森林也被大量砍伐 甚至連自然保護區都有在非法盜墓 而野生動物失去棄息地、雨林的面積也在年年下降 而且這幾年,因為氣候變遷、沙蟲劑與農藥濃用等等的原因 可可產量大減 除了導致國際價格年年升高之外 更麻煩的是,如果我們找不到有效的補救方式 在不久的將來,巧克力恐怕會越來越難取得 而可可農與童工的問題,也將會日益嚴重 在可可農與童工的問題 被媒體大幅的報導跟披露之後 國際間的許多團體努力改善可可產業的困境 2019年,加納與象牙海岸合作 擬定能讓可可業永續發展的生產策略 透過提高基本價格等等方式,幫助可可能的收入 許多巧克力大品牌也在輿論壓力之下 承諾他們將會使用符合道德標準的可可豆原料 除了不使用童工,也不能破壞森林 除此之外,大家可能都有聽過的公平貿易標章 也是能幫助可可產業更永續發展的方式 但是以上這些解決方案 目前都還沒辦法真正解決可可產業的困境 另外,這對近年來可可產量大減的問題 目前國際建議還在尋求各種替代方案 但之前,可可產業對環境造成的損害 並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彌補的 一切都還需要再觀察 雖然國際上整體的可可產業鏈看起來是滿黑暗的 不過最近幾年,我們台灣的屏東 也有農民開始小規模的種植可可 而這些自產自銷的可可,目前並沒有同工問題 也沒有破壞國家的公園行李 更沒有大企業等的撥削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如果你很愛吃巧克力 同時又想要避免自己成為暗黑產業鏈的幫充 或許可以多多考慮 而除了前陣子出了醜聞的以外 其他台灣本土的這些優質巧克力品牌 或許他們的價格會比較貴一點點 但其實這才是真正要種植生產巧克力所需要的成本 而另外,雖然食用巧克力有益健康 但也不是每種巧克力都有 因為巧克力在加工的過程中 巧克力多酚的成分也會流失 純度越高,成分越天然的巧克力會比較健康 而那些加太多糖、油脂跟添加物的巧克力 吃太多的話,只會讓人變胖而已 好的,那今天想問問大家 是買巧克力的時候,你最在乎什麼呢? A. 價格王道 巧克力唯一支持大波魯 B. 只買名牌,尊絕不凡,味道又讚 C. 只買公平交易,符合道德規範的巧克力 D. 七七,這個七七魯家什麼時候要來找我業配 1. 其他留言分享看看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全球巧克力產業的問題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超級食物、血酪梨 以及飲食新潮流、吃蟲的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